4月23号是第26个世界读书日 书是许多人最早的启蒙 陪伴一生的挚友 有的人在上班路上抽空阅读 也有人忙碌一天后仍不忘读书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2019至2020发布的数据显示 储蓄工作和睡觉 2020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 仅为2.42小时 你还在坚持阅读吗 有 加起来的话可能有一个小时 可能我会晚上读 平均下来两个小时还是有的吧 以前没有 现在开始有读的 没有每天 但是会保持看书的喜欢 我们仨 杨将先生的 对生活的态度 对爱情的向往 分国 看我好几遍 生活中吧 就是为人处事乱八道的 和对待朋友之间的 基督山伯爵 因为这是我读的第一本世界名剧 就是在这本书上去还算劣势吧 人类简史吧 他给我开辟了一些不一样的思维模式 刚才是怎样练成的 爱国呀 坚强的意志啊 毛主席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个 毛泽东论实践论 对于事物事情的分析判断 意识事物的本质 知识从哪里来 怎样成长 怎样进步 知识如何积累 这连想策的都可以回答了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可能就是亦师亦友的那种 书可能对于我来说像一个老师一样 书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良师亦友 就是把我从比较无聊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的一个世界 平行世界那种感觉 近年来随着社会快速发展 阅读的方式和渠道呈现多样化趋势 当代人阅读有何普遍问题 如何保持一个好的阅读习惯 常年与书为伴的两位作家给出建议 现代人读书 一个是就开始变得不规律了 另外一个是他们的目的变得不太好找了 这样子一来的话 一旦有其他的可以取代读书的事情 这样子一来的话 读书他就会被退到另外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位置去了 我给大家读书的建议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天下没有必须要读的书 我们经常会看到会说有什么必读书目 其实我觉得应该开一个叫不必读书目 就是天下没有什么书是说你必须要看 不看就是悔恨终生的 其实没有 我觉得人和书之间是讲缘分的 有某些书你看不下去 那就是看不下去 不要强迫自己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致力于推动全民阅读 成效显著 从近年来的数据来看 国图道馆借约量呈微弱下降趋势 但道馆服务人次却明显上升 也是因为这些年 我们不断在拓展阅读推广的活动的形式和形态 它的线下的这种公众的参与活动逐年在增加 所以这些活动是吸引了受众来到图书馆的 所以这个数据来说我们是能够说读者是越来越希望自己能够更多的亲近阅读 然后走进图书馆的 图书馆书店并不是唯一的阅读空间 近年来国图还通过设立地铁图书馆 让书箱走进公园等举措 向公众传达随时随地阅读的理念 你在生活当中无时无刻 其实都能看到和发现你身边可以阅读的资源 这样的阅读我们认为是今天可能我们进入可能整个数字和网络时代 真正我们还希望读者能够更多的回归自然 回归生活去感受阅读的那一部分 闲牆功夫坐在公园里或者是擦餐厅 能看到他们好像现在拿着一本书在读的时候 我感到现在的孩子要是能变成这样挺好 就是在坐地铁的时候或者是乘公交的时候 也会有人拿着那个就是书 可能看的不会特别多 但是也会拿出来读一读 比较印象深刻就是看到我一个同事 在利用平常他的午休时间在公园上读书 就是在火车吧 火车硬坐上就环境比较嘈杂 然后其实气味什么也都不太好 我整个人就很烦躁 但是别人就还能接下来读书比较佩服 无论何时只要开始阅读 就有一个全新的世界为你展开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可能比较麻木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看看别人的人生 看看别人的故事 看一下不一样的人生阅历 然后给自己的人生一点光吧 可能是个习惯 自己就喜欢阅读 可能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读一些书 然后后来就慢慢坚持 可能就是为了放松一下 然后还有提升一下自己的身心吧 随着你的书阅读量的增加 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大 这个历史并不远 未来也可期 未来 未来